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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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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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八局有个秘密行动 叫木马计划 听话过吗 从来没有 第一次听说 破坏木马计划 就是新的任务 这是中央直接下达的秘密 任务非常重要 有没有可参考的信息呢 没有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密电说木马计划随时可能启动 所以时间非常紧迫 要不要 我先想办法目的 不 保密越是严格 越说明他的份量 一份外围不可能摸到什么情况 再说 现在咱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免得让他们察觉咱们的意图 这次任务 将以我为主导来完成 你要随时准备侧业务 你要亲自行动 对 这也是中央的决定 在给我指令的同时 他唤醒了在八局的一位卧底通知 他将成为我的搭档 马上就会通知我们街头 这种情况你怎么街头 是有困难 但是第一次街头的程序 是预先设定好的 我必须遵循 能不能 让我先替你把这个关系介绍 不行 因为这个人物身份特殊 要绝对保密 除了我不能有第二个人跟他接触 好 走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策划的一个重要行动 庄元清 传运大横 商界风云人物 也是盛工会学校的校童 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凯瑞斯区的舞 这个庄元清酷爱响起 段海平是他的忘年教 要想不动声色地接近庄元清 段海平就是个接近 你的任务就是 接近段海平 并通过他打进庄元清的俱乐部 行动代号摩西 保密级别A级 一切资料在我这里归答 我是你唯一的上线 你是摩西行动的坚定 庄元清的资料如此完备 说明摩西行动酝酿已久 用段海平做跳板 也一定早在谭中树的计划中 谭中树既要接近段海平 又要显得自然 这次诊所的误会 给了他绝妙的借口 刘新杰分析 这个段海平出现在诊所里 可以是偶然 而派自己利用下棋去结交庄元清 却一定是谭中树的设计 刘新杰知道 在谭中树的眼里 没有偶然 局长 这么晚还没回家 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异常 都在找着之中 段海平呢 那中午不是还跟他一块喝酒的吗 你跟踪我了 跟踪段海平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那房臭小子 一看那个人 跟谭女长刘处长 一块喝酒呢 当时这傻眼 干得不错啊 强将底下无弱兵啊 连我都没发现 那是那是 段海平和我分手以后干什么去了 他去了一家书店 买了张唱片就直接回家了 再没出过门 什么唱片 绝世约叫机密金 他还挺爱听 回家就放上了 他太太在吗 说这打牌了吧 刚回家不久 还是陶福那辆车送他回来的 您别说 这下轮口还挺时髦的 一回家就蹦擦擦 蹦擦擦擦跳上了 我能问问您对段海平 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啊 你还有什么线索瞒着我吧 喂 睡了吗 还没的 干什么 赶紧滚回来 紧急会议 干什么你一轻一炸的 还说呢 都他妈怪你 拿了我酒还卖我 你疯了吧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是 我是在盖斯洛诊所 那些嫌疑 无辱声色是因为那个目标价值很大 我想给大家一惊喜 你知道不知道 那又怎么了 你说的 刚才局长突然问 我是不是隐瞒线索了 我这想来想去 只有你臭小子也是猜得出来 你是不跟他说的 是我说的 那也是你沉不住气 让他看出来他才问我的 都怪你 嘴太快了 现在局长逼着我 马上公布这个线索 还让各个部门介入协作 我这一鸣经理的效果全没了 你知道吗 你活该 你不装算能死啊 行行行 别废话了 来 我告诉你啊 我锁定这个目标 可能跟局长念念不忘的 那个水手有关些 一会儿见 十六号那天 出现在盖斯勒诊所的所有的人 佩玲一直在监视 情况有了对新的进展 你跟大伙说说吧 是 苗定文 二十八岁 无业 是十六日 我们从盖斯勒诊所 带回来审讯的患者之一 后接人担保 被释放 担保人是谁 他的表哥 法务部次长欧阳比耀 这个苗定文是个世家子弟 他的父亲叫苗金山 原来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 我们对这十三个人进行了监视 发现这个苗定文具有很强的反对宗意识 十六日半晚 他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几个小时以后 他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所以我把它列为主要协议队型 但是在今天傍晚五点钟左右 他又再次摆脱了我们的团队 那他现在在哪儿 他展示还没有出现 欧阳寺长说苗定文被绑架 事实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们的人眼前主动上车逃跑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苗定文为什么逃跑 欧阳寺长为什么要撒谎 这的确是个疑点啊 那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真是没有最新进展 我联系了他的家人 他们都不见了 欧阳寺长也联系不上 说说你的推断吧 大家已经看了简报 对水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我最近一直在整理 这份被烧毁的恐怖 发现了一个最新线索 大家请注意这几个字 上海接待小组领导 代号水手 也就是说 水手不是齐永天的上级 也不是齐永天来上海的目的 而是一个中间环境 盖森的诊所 只是其中的议会 由此推断 这个苗定文 极有可能 是水手小组的一半 大家的看法呢 如果说 如果说诊所这十三个嫌疑人 谁的问题最大 那我认为一定是这个苗定伟 可是这个苗定伟 是个世家子弟 又当次长的表哥出来作宝 欧阳炳药这个人我认识 官场根基很深不好惹 关键的是 他这么显赫的身份 会跟共产党的特工有瓜葛吗 大隐隐于朝 如果我们面对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分子 那么我首先就会排除掉 欧阳炳药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水手 我们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他的真实面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以是任何人 那么好 我们敢不敢推断 欧阳炳药就是这个水手 王岐 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你胆子打 你可以设想 这个水手是次长 总长 行政院长 这能说明什么呀 关键是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任何人的可能性 都比不上苗定伟 极其关系人 现在看来 佩玲对苗定伟的怀疑 是有更有据的 我看这样吧 马卫长 到 你不是跟欧阳熟吗 从侧面打听一下绑架的消息 是 大伯 到 我们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监控他们家电话 是 清洁 到 原地带命 随时测引他们三个人 是 今天晚上大家都辛苦一下 咱会 来 次长能是共产党 咱们局里的处长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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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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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 吃早饭吗 用 用条豆虾 好 来来来 来 不用 我叫你喝吧 我喝 你吃饭我得走 你干什么去 还有事没办呢 什么事 丧事 对对对 这玩的两个兄弟的丧事 这丧事一定要后葬 我这样 我把丧丧费和付结金 全发给家属 至于是后葬还是宝葬 让人家里人看着办 这样人家里人能老实会 家里人老实会还不够 问问家属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们尽量满足 晚连香烛芝麻我都买了 以你的名义和哥哥处长的名义 咱们一人送一份 会做人 那俩共产党也得买 就是钱宇和李中和 这样吧 一个人给他们置办一个棺材 不要操心一国就下葬 得了吧你 再说你通共 从我总部处处吧 买行动废算 先生你背起来一会课啊 去会有朋友 中午回来吃饭吗 不一定 即便回来恐怕也要晚一点 不用等我了 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声 是上午十点整 下面请您继续欣赏本台的节目 请不吝点赏本台的节目 这可是亲共行为 看这人死了 坟上连个真名都没有 尤其是钱宇 跟咱们同事这么多年了 我必须得发送发送 是 是得发送发送 最近一段时间 这贺博梗总是发凉 是不是我杀人差太多了 你干嘛那是警罪病了 你怎么来了 你埋的是共产党 万一他们人出现 你埋死的我抓活的 局里出那么大事 你不守着 有局长守着呢 用不上 这苗定伟失踪得越久 就说明他问题越大 好事 你去哪儿啊 陪积区院 上路我坐你车 我坐柳长车 楼了拔击的开车有了 我开了 我还想多活两年 子重溫 box 那个 你 ал 你 Murphy 所以 你好 我 你 哈哈 你说你死不死 现在谁一个女人看电影啊 看电影不能挨着做梦 现在流行的是 捧擦擦 那是爆 要不然管你叫奇帅 哪天请我吃点饭 我要好好电话电话你 你怎么不交易女朋友呢 我太猛 陪女人得舍得花时间 你可以 一大贤职 你要出去干点什么 全局上下 谁管得了你呢 这话不能乱说啊 小心眼儿 没说你跟谭局长的交情 不过有时候我真看不透 你黄埔出身 打过仗流个血 那是为党国立国打工的 虽然你是龙子吧 爸 那也是战斗英雄啊 你就真甘心窝在我们这儿当个小婆处长 不甘心能怎么样 帝国工算个屁 咱们局的处长 谁家抽得里也没俩勋章啊 老谭厉害吧 不就当一个破局长 段海平在预定的地点等待着 门外的街道上布满了暗哨 街头的指令是由上级同时发给他和031的 但上级并不知道他为监视 而监视者就是031所在的第八局 此刻在这里接触 对他们两个都是莫大的冒险 段海平甚至希望031不要出现 但他还是等待着 他希望自己的等待能起到另一个作用 发出一个不安全信号 让031知道自己正处于监视之下 来 我到了 到了 行 我走了 OK 查一下把正事忘了 我就知道 你一大早绝不会向坟地看我去 这话说得多丧气 什么 25个轮胎 齐帅 您情报处五辆车连备胎都换啊 对啊 轮胎严重老化 这半截要抛了忙 耽误大事啊 齐帅 如果有一天 如果啊 你真找着一个好差事 麻烦您把我带走 来 还去看总组厂 你给 来 走了啊 好了 记着 放擦擦 抱着 这就是你过的旧轮胎啊 啊 你快走 你 我去 你 我去 啊 我去 那个 就是你 不是 你要是 我去 你 我要去 齐佩玲手下监控,刘新杰明白,来街头的人就在诊所嫌疑人当中,他决定中断联系,迅速离开。 这的确是段海平希望发出的信号,但有一点是段海平想不到的,齐佩玲对苗定伟的颈椎出现在街头地点的暗哨,使刘新杰深深担忧,他必须设想到最坏的结果,街头人可能已经暴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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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